下面我们来关注 随着假日季节的临近 PGN1警告 节假日期间诈骗数量增加 PGN1官员表示 他们在2022年 看到消费者报告显示 冒充PGN1工作人员 企图诈骗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由2021年的 11000多份到2022年 10月份截止 诈骗报告数量就增加到 23000多份 PGN1官员说 冒充PGN1工作人员的骗子 在12月和1月会更加的忙碌 在湾区整理诈骗案件 最多的发生地方 是在圣河西 旧金山和奥克兰 PGN1提供了一些消费者 可以用来避免受骗的方法 包括一份可能是骗局的清单 一 威胁要断开链接 骗子可能会咄咄逼人的 要求立即支付所谓的 逾期站单 二 要求立即付款 骗子可能会指示客户 购买一张易付卡 然后再打电话给他们 声称是为了支付站单 三 要求购买易付卡 当客户回电时 打电话的人要求客户 提供易付卡的号码 这样骗子就可以立即 获得卡里的资金 四 退款或返利提议 骗子可能会说 多收了你的钱 或者说你有权得到一笔退款 PGN1湾区区域副总裁亚伦约翰逊说 避免骗局就像挂单电话一样简单 他建议在pge.com上注册一个 在线账户是一种安全保障 客户不仅可以登录查看余额和 户款记录 还可以注册定期付款 无纸化站单和有用的警报